要來 但是如果您的住家後面有一大片隨時都會崩塌的山坡 您還睡得著嗎 這是台中市外埔區有一個高級別墅區 150戶人家他們共同的噩夢 住戶也怒罵官員怠惰指手 不把百姓的命當命砍 上一次的蘇利颱風來襲時 深坡上的土石傾斜而下衝到民宅裡面 住戶嚇得趕緊逃命 經過一個多月崩塌的山壁卻只圍上了反部 這能擋得住坦美颱風帶來的好雨 可能發生得再度坍塌嗎 農會上面那個水土保持得不好 然後上面已經積水積到這個膝蓋以上 然後水開始往下流 那時候雨很大 然後流以後開始就石頭開始往下掉 這裡是外埔鄉水美路天下一家高級別墅區 一共有150戶 房子就建在山坡下 山坡地是省農會所有 疑似排水不良 造成山坡含水量過高 蹭不住了往下掉 都一個多月了 台中市政府也沒開罰 沒有任何單位負起責任 公務單位就當著住戶的面互踢皮球 住戶聽不下去 沒有出人命啊 他們就不會積極啊 只要出了人命啊 他們就開始就馬上就著手 何必呢 坍塌面積很大 大概有四層樓高 十公尺寬 只靠一層薄薄的帆布來擋 怎麼擋得了 住戶們已經準備收拾細軟 風雨大時快逃 萬一真的保不住房子 到時候再申請國賠 可能由全民買單 民視新聞 徐民康 蔡瑞妍 台中報導